那么我问一下大家 假如说现在呢 我有一篇文章 大家跟上我的意思啊 我现在有一个文章表 我们是不是有做过文章啊 OK 我现在呢文章呢 RD等于1 是不是文章为RD为1的这个用那个表啊 可以吧 一般呢我是这样去写 是不是这样啊 就是文章干嘛呀 为1的这个文章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的RD等于几呢 等于1 然后呢 Title等于一个你好世界 就Hello OK吧 那么它还有个Click 我等于1 我这样讲能不能跟上 H get什么 O RD call RD1嘛 这怎么不行吗 是不是可以啊 现在呢 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文章 是不是放在网页上面去了 人家是不是访问 要访问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要给他的点击量要加1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学到另外一个就叫Hincrement bar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写上什么啊 哎 是不是他呀 这是不是Key啊 我们给哪个字段加呀 给Click加 加多少啊 加1 回车一下 是不是2了 再加3 4 5 然后呢 再来个get 大家看好 17 能不能跟上 OK 现在知道increment 我们干嘛呀 就Hincrement 现在在什么位置去用 咱们应该知道吧 在什么地方去用啊 你这个地方做了一种文章 比如说我现在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到了 那个 这个叫做什么啊 Redis当中去了 那你这时候是不是所有的东西 我们有可能都要做什么 是不是都要访问 要访问 我是不是要统计量 要统计量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知道你的点击量到这里多少啊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用到Hincrement的 OK吧 那接下来呢 再来学习最后一个 叫做什么H Key和HVS 那这个东西就是获取所有的字段名和获取所有的什么 数值吧 就是元素值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地方来看吧 H-get-all 然后呢 User 行吧 现在有RDXNumber 那么H Case 然后呢User会说RDXNumber有没有得到 H-value 然后呢User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和张三 对应的我们的干嘛呀 是不是之前的这两个 是不是也能对应上 能跟上吗 这个东西的话 你没发现和我们宿主是很像的 我们宿主是不是一个Area Markis和Ryvellous 咱们宿主是不是有整两个宿主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这就是我们